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这星期日在中国举行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 形成了友善好些气氛 印度外交部宣布总理莫迪将会亲身去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 应该说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 亦可以说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应该知道很担心 怕他们会打 如果打的话也会担心拖累其他事 整件事比较克制 但问题是由6月18日到现在两个多月 一直都没有舍离 本来大家都担心金砖四国会否少了9 传不成 因为有记者会时已经有人问莫迪会否来 但大家都知道你来就会担心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 昨天的消息似乎令到无论是外交部或有关金砖研讨会 大家所想的议题都可以顺利进行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今次的金砖会议有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中国已经很明显地开始行13五 其中一些有关完善基建甚至跟金砖国家的合作 现在金砖国家似乎只剩中国和印度 仍然经济增长相当良眼 其他国家都不可以 所以本来大家都预议 由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 印巴走廊已经令印度很多东西不满 所以已经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罵入了 他们之前的乡格里拉战略里面 本来打算令到和气生存 结果就罵出一件事件 但现在这样撤了之后 再加上近日印度出现了内部分歧 其中一个由莫迪支持的教派的领导人 因为强奸入狱 所以导致几个帮派或省市出现大型暴乱 可能因印度内外交的一些问题下 令到他可能会作出阴似的阳簿 但事实上印度不可以完全输了 中方的路暂时不收 这句话是有意思 你不会见到有中方人说这句话 全部时报都会说 整件事已经解决了 大家会召售今次的金砖会议 事实上如刚才你所说 这件事亦达到印度自己的要求 因为我过来就不想你起这条路 其实是很不妥的 而且大家也要注意多一个问题 中国的外交是否真是他所说的亮丽 因为整件事件里 看不到有哪个大国出来支持中国 北韩社会也发觉联合国有谴责 或大家都要迷回开会 但中国人觉得这些是自己的内部问题 所以不需要你们支持他 所以会导致大家有些孤立的感觉 而且印度的确是有此起彼落 印度的确是不断与美国在搞军演的时间 后来安倍晋三又会访问印度 即是他预议了跟你支持 现在事件就过去 反而今次的事件下落后 会令到今次的金专会议 大家在9月3号至5号这几天 看看他们会否有些深勤的合作 然后可以化解到大家 死了不会开会又回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希望和气生财 亦在这些风互内 希望都谈到几间大的交易 最重要是看钱 大家都有生意做 最好 另外今年这些虚拟货币 比特币 价格都说得升得很离谱 过山车一样 ICO 即是Initial Coin Offering 今年都疯狂增长 整个数字货币的市场 今年增长了800% 我认为客户很紧要 8倍 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 但这方面当然也引来很多 监管方面的忧虑方面的风险 中美俄三国政府 似乎未来都会对这方面的监管加强 早已告诉大家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报道 大家也要自己过滤一下 一个问题是 其实数字货币是否包不包 不单止Bitcoin 包括微信支付 这些算不算 现在网上钱包 不需要有真正的钱往来 最近新加坡总理说到 现在新加坡觉得自己是原始人 他去到国内发现买很多东西 甚至买地方小食 都是用微信支付 你没有的 就像原始人 他本来想着 跟人讲价 怎料别人根本没想过 你用微信支付付钱 可以了 我这边照做东西 不会跟你有任何接触 所以 为何要提这个问题 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就要想到监管里的确有一个必要 不只是管Bitcoin 但中国似乎在这一部分 真的领先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微信支付 不需要再有真正的货币交收 另外一件事 似乎中国已经开始借助这个优势 包括联通、亚里、腾讯 他们做一些组合 希望在日后的网上 无论是5G的世界和交易平台 可以令到全国实用 而在这边做到金融创新 如果看完这部分 再看另一部分 比特币的问题 如果说飞涨一定是比特币的问题 从昨天开始 墨西哥总统跟你说 的确是比特币不是合法货币 代表了所有黑市交易 现在变成了比特币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交易目的 大家要想 所以监管是对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近期缓城风雨的北韩问题 制裁问题 由于美元支付系统 令美国可以知道 原来美国还有跟北韩做交易 其实已经过了届 再加上大家知道 金融海啸后全世界国家都要救市 而有了大笔债务 希望追税 亦都导致很多国家 甚至日后的数字货币 亦都会影响到 日后不用指望有得逃税 一定会是这样 但亦都导致比特币更猖狂 昨天反而会看到 除了有些突发消息 例如有些避险货币升 原来发觉比特币也会升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次的说法 我会担心 现在比特币的次业 也看到它升幅度 两次比特币的升幅 一次是货币危机产生的 上次11000 而今年的升幅 很大理由可以代表金融危机 或黑天鹅事件 究竟用甚麽收场 是明证言讯放在桌面 我们承认它 或是遭到封杀 中美俄会否封杀 当然监管上一定会加强 但是否完全打残 还要再看来的发展 是有市场需要的 否则不会太火热 如果金正恩说不收美金 对不起收比特币 很有机会他会这样做 原来美国制裁方面 不能做得很完善 原来其中也有过漏网 别说是大陆 这是其中一个 昨天北韩的问题 导致制裁好像没用 它少射 大家要看事态发展 建好是否要收 大家不要炒得太疯狂 大家要小心 说起北韩问题 自从最近发射一弹 穿过日本之后 当然特朗普这件事 一定是站出来说 对朝鲜的所有选择 现在都放在桌面上 肯定和安倍通过电话 加大力度对朝鲜的施压 但这件事都可能要再看中国方面的取替 另外美国也不知是否这么巧 在这段时间 核安全局也公布 在事隔五个月后再到完成 B61-12核重力炸弹的质量飞行试验 似乎有些新的小型核弹 这消息一出 看到俄罗斯外交部立即出来说话 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器 可能会令日后核武器的门栏下降 这才有些忧虑 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发便是世界大战 每个人都会很克制 但这些小型的东西 反而用起来就没有那么绑手绑脚 他给大家的意义是想告诉大家 我可以控制到污染范围 他说的意思是给你这个 不是说我捨得准准 总之是在那里 就不会再有 最多是那里可能是一百几十年没得用 但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出去 对美国来说 如果战场在亚洲区 他可能都觉得没所谓 所以大家也知道 但这一件事件又会导致大家觉得需要关注 昨天北韩射完之后 昨天北韩射完之后 其实昨天应该可以跟大家谈 昨天我们看到市场波动 因为射的时候应该是凌晨 其实欧洲市和美国市 应该未算正式炒过 昨天去到欧洲市和美国市 似乎北韩这个事件 似乎也有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股市 或其他外汇市场 但到后来 你发觉开始有个调整 似乎大家好像平静回来 我认为这件事 没什么应该不会的 很快便已经平静回来 其实本身不应该这样去看 其实一直都是黑天鹅 如果说到一个大规模的交战 应该时间不可以即时解决 问题是金正恩有自己持有金或自己沽股票 现在都需要钱 射了这么多粒蛋 你这么看成本 还有一件事大家也要知道 金正恩真的相当够僵 本来昨天大家也要想起 欧洲市或美国领导人 真的应该要给回应 昨天的回应也觉得有内容尋味 你不是说明你会保护到人 而且今次他这些 只有港字 飞完穿越了你的领空 最多是谴责下 似乎做不到什么 你刚刚说这句话 已经解释了一个问题 日本本土是否不算是美国领空 即是说你所谓同盟的一种 我会保护你 但现在事实上 如果从这事件来看 你保护不到我 这个杀德又放在做什么 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 现在这件事 美国低调 可能在台面下 是在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未完 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 看看有什么发展 时间差不多了 数据方面 今晚有小飞龙之称 美国ADP制定数据 大家留意一下 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见面